哼哼哼哼 y 哼哼哼哼 哼哼 就是她今天才来的 一般才来的 她都会 不太适应这边的环境 我们的 宝宝长到什么幼崽 长到三到四季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双胞胎的两个 都能还到母亲那里去 换到母亲那里去之后呢 可能母亲的奶 就已经满足不了 他们的一个成长的需要了 就需要人工的对他们进行补奶 我们也是会每隔几天 就会对他们对两个幼崽 进行交换一次 轮流到母亲那里去带一下 因为他今天刚好从母亲那里过来 把他们的另外一个换过去了 待会儿我们就会对 这两天已经还回去的 这个幼崽进行不赖 育幼室外的大熊猫幼崽们 也会因为妈妈们的奶水不足 营养不够 此时的育幼室 又会有另外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为了保证幼崽们 能够吸取到足够的营养 每天为他们加餐 这不奶爸们立即从室内 转站室外了 开启一天的补奶工作 那是大熊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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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园区很大 跨越距离较长 为了保证每一只大熊猫幼崽 都能喝到热奶 奶爸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以保证奶的温度